我宣布神舟18号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月25号晚 神舟18号载人飞船 在甘肃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飞行程组由航天员叶光复 李聪 李广苏组成 叶光复担任指令长 当晚在河北省邯郸市 风风矿区大摄镇南望村 航天员李聪的家乡 李聪父母及亲朋好友 共同观看了飞船升空直播画面 每一位科研人员点赞 为我儿子教 当我们看到画面上 我儿子说的 我是航天员李聪 当时我就机动 控制不住机动内华了 这么多年孩子辛辛苦苦的 终于实现了飞天梦 作为家长 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看完直播之后 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 还是无比无比的激动 我感到当时 就说最后五四三二一 要发射的时候 我感到我的心脏都要跳出去了 儿子也跟着就是一直喊 舅舅加油 舅舅加油 然后我女儿 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她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她第一反就是 为什么舅舅那么优秀啊 妈妈 我也想像舅舅那样 那么样优秀 我也想上个太空 李聪的母亲陈兴峰说 1989年出生的李聪 从小就很聪明 有毅力 小时候 李聪曾用玉米芯 累积木耳 由于玉米芯是圆柱形 累到三四层时就容易打他 他一直坚持用各种方法尝试 最终累成了一个城堡 陈兴峰表示 希望儿子李聪顺利完成航天任务 回来之后 要亲手为他做一碗最爱吃的转面 出色完成航天任务 早日凯旋 期待你的凯旋 回来给你做碗家乡的 最爱吃的转面